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及有关香港大学校长和校务委员会 有些冲突的争议的事件 因为这些涉及香港人的事情 讲一些私人意见 因为特首超他都是这样讲的 香港大学是属于所有香港人 什么变成我都是五代香港人的身份 有点资格讲一些意见 我未讲之前要讲以前香港的大学扮演的角色 可惜不少香港大学那些高层的人 教授、校长 在以前他们有一个模式 最主要都是培养一班人出来 是有执行能力的 多数都是培养出来都是做政务官的多 因为英国人派来香港管治香港的人 不超过一千人 就是由英国直接派来 他们多年去管治整个印度都是七千人 英国派来 所以来香港都是几百人 主要官员 就是三几百人 很少的 大家看到的 由以前总督来的政务师 有些行政首长 来去都是一千几百人都多 所以他又培训了很多 透过香港大学 以前中文大学都没有 透过香港大学培训了一些政务官出来 训练他们去执行工作 即是Yes Man 也培训了很多那些专业的人士出来 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医生 所以这班人 他们都是比较保守的 即是出来打政府工很安定 特别在大学教书的教授 也是联日政府的教育机制 有一场糧食 进去做我教授 做你教授、讲师 如果你没有犯错 一身人都很安稳 他们可以专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 大家看到都发展得不错 稳定 当然现在变成了一些合约制 没有了长糧食 包括政府公务员都没有好 现在新入职计都没有长糧食 所以每个人身神仿佛 身神仿佛的时间 你又要为了保持职位 可以继续请不请你 签完合同两年后 那变成了一个期间 就有些某些某方面的人 就要靠你 春水 制造一些假象 写很多论文 古灵精怪 发表一些什么杂志 打崩头 在台湾 作为你那个移职的评选 就没有说 你认为出来的大学生 的人生的目标 理念是没有的 因为它没有这个理念回归后 就被有些特别的萧潮影响了 变成了一些大学生的心态 就要追求民主 搞什么人权什么什么 贫快出来 搞了大堆东西 有些失控 因为它也没有分辨是非能力 也没有分辨人生价值的能力 更加大学也没有教你赚钱 也没有教你存钱 你一进大学 就给你信用卡 跟着才花未来钱 跟着搞些男女学生的 有些不正常的恋爱 个人都无花果 只有搞字 可以说句笑话 其实就是汪烟瘴气 所有大学教授 那些教职员 大家各自埋堆 跟着大佬 看风头 看个政治气候 今时今日 再承传了 中国大陆的斗争文化 来了香港 有斗争文化来香港 这些利益集团 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就觉出其谋 这个很悲奇 但我回归前 已经看到了 不是开玩笑 我香港都不是一个政治城市 又没有那个土壤 你将香港搞到政治城市 那就多谢张晓明之流 当然现在这条张晓明黑衣 已经露了锅 将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政治的斗争城市 现在移身到烧出去 烧到香港最高的河府 就搞了一场大龙凤的斗争 悲话悲料的斗争 停不了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差了明斗还是暗斗 他将这些仇恨的种子 的斗争种子 批系的种子 政治立场的种子 过了下来 你很难去挖出来清洗 除非我们中央 阿爷主子 政治风向一边 那就有可能可以改变 这次香港政府都很麻烦 他几难还你 因为现在这个校长 是中国出去再回头 他有部署 或者没有部署 我们不推测 这个大家都心中有数 又回归后前后 香港的教育 传媒 很多大家都看到 那个环境 是有中央政府 有关的对口单位 不停已经有人浸入进来 这个浸入进来 在国家的稳定安全 是有需要的 但是你有需要的剧情之下 有没有做到过了路 如果个人有私心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 我相信中央都不想香港亂 亦都不想香港那么分裂 这个分裂 对整个国家的民族 都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 但很可惜 这个世界 不是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涉及了一个人性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斗争 是吧 社会的获胜竞争 那些经济 大家都一直沉凌 沉凌 现在开始全世界沉凌 你连俄罗斯普京那些这么聪明的人 都没有节制去行使自己的权力 都没有智慧行使这个权力 弹一声就出兵打乌克兰 你就看到了 他真是不用打的 他跟乌克兰说 你把克美丽的俄罗斯人 把他们集中了 或者叫他们来我们俄罗斯 回来 你就保护到俄罗斯人 他成功 我教了那一刻 你就是独立了 他还要大贪普京 索索地 当然 他要做俄罗斯大帝国的版图 这个就是非常不止 俄罗斯都这么大面积 资源又这么丰富 你三万年都没有人搞你 谁搞你 一笔极空 你不搞人都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普京人生的最大的败笔 回到香港大学 现在就软了一个 变成一个烂了的苹果 烂了的苹果 如果在物理学上来说 就是很难复原的了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那你再搞吹水 搞新科技 什么创生科技 那又派那些人 又是上去那个航天 就达成再上去 这个更加笑死人 他们不知丑的 现在中国香港的官员 有班单位 只是想出位 找些东西吹水 涂斥抹粉 得到一些低端人口的掌声 就作为工作目标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那个不致力量的问题 我在20年前 已经有人叫我 第一 那些上太空的火箭 说什么 郭先生 你这些公司可以放些东西上去 他都要收钱 我放上去做什么 放上上太空 下来的货物 没有升水 没有升水 大佬 你放一块翡翠上去 我回来 买多几倍价钱 我说你买不买 你买我就放 你不买我就不放 大家说我买一万元 我买五万元 是不是搭载完你的火箭 上太空下来 你有单位给我买十万呢 那我有数计 我给三万元的乘财 没有人敢服我 没有人敢服我 放上去做什么 是吧 我希望中央政府 没有所有做经济的人 面对现在这个国情 真是用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 你不再实事求是 那你这个党国都有安全问题出面 这个事实 都几悲凉 这些人 卖不到尾的 香港大学 一路再会烧去其他大学 那是 香港政府卖不到尾的 如果中央政府出手 就卖到尾了 全部不要动 一个一制 全部改招牌 所以香港的大学改名 叫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整个制度 用回中国政府的教育制度 那又怎样 清一色 大家不要争 是吧 如果你留些空间 他的斗争 就会继续延续 那看下我们中央政府的智慧 我自己本人当然有方法可以解决 但我不会教他们 到今时今日我的观察 中央政府的领导层 没有那个谦卑的心 如果作为一个佛学的研究者 我郭某人 怎会教你一些没有谦卑的人的方法 你仆街而已 关我什么事 对吗 怎会教你 好 再讲一个很小的问题 但是一个很小话来的问题 就是有人好像一大球场看球 奏国歌呢 他们轮转了面 好像 站起身轮转了面 没有跟着唱 有几个人被警察驱控了 现在好像未告 不知道怎么过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好了 如果你说听到国歌 你不站起身 又不跟着唱的话 都会犯罪 那就大领络了 那就大领络了 那如果在地铁里面 有人突然开手机 播手国歌 那就不够 是吧 变成了有些内地朋友 都打电话来跟我聊天 我们中国大陆都没有法例 听到国歌要站起身缩纳 都没有这条法例 你香港搞得这么个人 我是呀 我们问一下保抗局长 究竟香港是不是那些无间道多到这么古怪呢 想一些这么搞笑的东西出来呢 例如在医院 如果你走进医院 开了手 国歌出来 做手术不做了 立刻缩纳 做手术的病人 立刻断起 是不是很搞笑呢 还有一个国家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家 不是一首国歌那里 特别我们那首国歌 一开声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就是告诉全世界听 现在中国人所有都是奴隶 要不然你没理由做一首国歌 叫第一句 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有我们全国家都是奴隶吗 要这样去表达呢 靠手国歌 中央政府宣传部门的对口单位 麻烦你们心思 手国歌要改的 是这样 可恶 可恶 你在想干什么 我 什么 你 你知道吗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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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